大家好 我是港珠 今集跟大家聊聊生活的閒話 這次就是來自一個網上 我見到有人在社交平台貼了一篇很短的文章 一個小小的分享 就是講他自己是不是怪人 作為一個移英港人 怎樣這樣說呢 因為他沒有很多移英港人會做的習慣 生活習慣 另一方面他也有些生活習慣 他似乎是移英港人不會做的 所以他就說 這樣是不是怪人 我見到下面也有些人留言分享 講一下他們怎樣看 所以這次跟大家聊聊這個輕鬆一點的話題 大家覺得 一些典型的移英港人 尤其是近年移英港人 他們有什麼特別的習慣 我們一看就知道這個肯定是香港人 開始前往廣告 如果你未對我的頻道 請你按訂閱那個按鈕 一有新片就會馬上通知你 除了自己訂閱 記得分享給你的朋友 多謝你的支持 剛才講的第一個 這位移英港人的說法 我是遮了他的名字的 不是因為要透問 因為我不知道他想不想被人公開 在網上說這些話 所以我就沒有做到他的樣子 或者他的名字出來 他就說 首先不會去吃20隻KFC雞翼 這個也挺有趣的 我發覺都幾多香港人 會去吃這個特價的 可以說是一個交易 以及甚至是在網上分享 什麼來的呢 如果大家未聽過的話 就是KFC 有時候推出的那些 叫做Hot Rains 類似巴勒香雞翼那些 然後是特價的 以前記得是5磅99 有20隻的 最近好像貴了 現在7磅99 20隻 但當然是很便宜 看到很多人 很多香港人 就會去KFC幫忙 然後貼了相片上網 說今晚晚餐搞定了 那些 還有那些人會用來開玩笑 因為我剛才講過 以前是5磅99 就有20隻雞翼 所以那些人就開玩笑 我又吃599G 聽到599G這個 大家可能都應該 哇 真的被警告了 不是說另外一個599G 有些人用來開玩笑 以前就是599G 雞翼 我見過很多香港人 在網上這樣說 現在是799G 變成了 真的很多 我在那些社交平台 和香港的生活群組 看到很多人都覺得 嘩正啊 那這個 是不是一個叫做 已經講人的一個 習慣呢 那當然 我覺得不是specific to這個 雞翼的 家鄉雞翼 但是呢 是有一種這樣的 流行的做法 就是 每逢見到一些的食股 有一些比較便宜的價錢 或者是一些超市 哪些地方都好 就會有 網上 在一些討論區那裡 港人生活群組啊 那些 就會瘋傳這些 然後呢 每個人都去買 每個人都去吃 然後放在上網 分享 如果最近呢 有人 跟你說 他是有酒去吃 20隻KFC雞翼 這樣的話 而他用中文寫的話 可能他真的 香港人都不奇怪 因為我也知道 在香港的圈子都蠻紅的 這個人生代 帶來一點點 就是說 那種 就是分享特價文化 這個東西 另外一個呢 我覺得 不只是特價那麼簡單 而是 難找到的 早排 應該是Costco 大家知道這一間 行會員制的一間 Mega Store 就是賣很多 商品上比較便宜的東西 他們呢 如果沒有記錯 應該就是他們 有賣這個 雪藏的急凍的榴槤 也都引來 很多很多香港人 在網上討論 就是要去買啊 有些人 就明顯家庫是沒有的 特意開車去很遠的Costco 就去買這個榴槤 其實沒有問題的 這個不是對予錯 喜歡吃的 而英國很難找到 難得找到 即使是雪藏的 倒閉 這個OK 絕對沒有問題 我覺得也不是說 所謂什麼華人的胃 港人的胃啊 因為難找到 更何況是便宜的 聽聞呢 有一些的亞洲超市 他們都會有買榴槤 都是雪藏的 但比Costco更貴很多 甚至有些可能 在Costco的地方入貨 一些店舖 亞洲或者中式的食品 或者雜貨的店舖 在Costco入貨之後 拆散去賣 賣貴幾倍都有的 所以呢 又是港人的互助氣氛 即是說 大家互相幫忙 有好東西就分享出來 這樣 聽聞結果就是 有些人去遲一步 可能上午去還有的 下午去同一間的Costco 已經沒有了榴槤 這個呢 也證明了 這個力量有多大 港人生活群組的力量有多大 這個不是很瘀懷 我自己沒有特別喜好榴槤 但也不討厭的 但是身邊有些朋友 他們會吃的 沒問題的 我覺得完全是 喜歡吃就吃 完全沒有需要去批判 有些人就會 叫夜餘香港人 有些人形容他們是 的群組 或者是一些專業 夜餘香港 又是港人的胃 我覺得不需要 想吃什麼就吃什麼 第二個 都是跟食有關的 就是 這個作為英國人的 他是不會搶便宜 公仔麵 在公仔麵裡面 我有些觀察 第一 搶便宜 例如華南行 有時是一個特價 原商優惠 一箱就便宜一點 我沒有跟他們有什麼生意上的關係 我不是幫他們買廣告 他們沒有付錢 我贊助我 當然如果他們肯付錢 贊助我 買廣告我也蠻開心 但是沒有的 我只是形容一件事 因為華南行 確實它是一個 其中一個挺大的供應商 買香港製造那隻的 公仔麵 正式來說不是公仔麵 是出錢一丁 公仔麵有另一個品牌 雖然都是被同一間公司收購了 出錢一丁 一見到有特價 又是會有些港人 又會說 又有賣了 快點去買了 這個是淡了少少的 這個熱潮 如果早一年兩年 真的一有圓雙優惠 或者是特價的時候 這個出錢一丁 馬上就會收到一些WhatsApp 彈出來的信息 Telegram 有特價買呀 很快就沒有貨 近這一年左右 我見到情況沒有那麼厲害 可能大家都開始習慣了 或者沒有那麼懷念那種出錢一丁的味道 這個就是第一個觀察 所以如果你說是有些英國人的習慣 我覺得還有所謂 不要說搶 是撐著買便宜的出錢一丁 另一個觀察就是 其實英國也有買歐洲版的出錢一丁 但是我見到網上有很多的討論 就說不是的 歐洲版一隻不好吃的 我真的不知道 但是有人這樣說 我不是食家 我不是很懂得吃的 在我印象中 都是出錢一丁 都是麵 都是彎彎彎彎彎彎 那包的味精湯 都是差不多 但是有些人說有分別 我覺得麵的粗幼度有分別 面質有分別 但是 你偶爾吃一次 其實就沒有問題 除非你又要吃 你偶爾吃一次 我不覺得 英國買到歐洲出錢一丁 有什麼大問題 但是 既然有些人覺得 那種家鄉的味道 那就買了 這個也沒有問題 第二點的觀察 第三點 對於這個即食麵的觀察 就是 如果你真的吃慣香港 你吃到的那些 坦白說 你真的吃不慣英國的 因為英國的即食麵 真的 不是那類型的東西 你可以說差一點 杯麵更加是 杯麵 無論是pot noodles 那些什麼牌子都好 我簡直可以用難吃來形容 可能香港人習慣了 吃香港那些 日清那些那些品牌 或者現在多了韓國品牌即食麵 那些 是真的不同的 就算台灣出的那些 譬如威力炸醬麵 那些 麵質都比英國那些 不知為什麼 英國出的即食麵 真的不行 簡直一個字就是 腿 就是不好吃 所以我明白 我明白為什麼 如果你說會故意去買 出錢一丁 應該都是異英港人的 一個典型行為 至少對很多人來說 好 好了 第三就是 這個有趣 就是 不會在家製作淡仔 這個我覺得挺有趣 是不是真的 有人會在家製作淡仔 我的觀察就是 我知道有 首先有一個Youtuber 不止一個 在網上分享 他們怎樣用英國買到的材料 去製作淡仔的湯底 然後很多人看 另外就是 有些人會在網上分享 他們自己的經驗 如何試製作 有些就是參考那些Youtuber的影片 有些不是 只是自己試一下 用他們的材料 這樣 有一點有趣 在香港的時候 我覺得 淡仔OK 偶爾我趕快點吃一碗東西 之後可能要 做事 或者是 有些原因 可能要吃很短時間 可能有些30分鐘 那OK的淡仔都算快 而且都飽肚 你說我個人好喜歡 我不是 但我知道香港人對淡仔的熱情 是蠻厲害的 所以可能就是了 離鄉之後就會想吃淡仔 所以自己做 這個是不是一個普通的 香港人行為呢?我覺得沒有那麼多 跟剛才那些比較 出池一丁那些會比較少 但也有些香港人 會特意做淡仔的味道 這個延伸出來也是 除了淡仔之外有其他東西 例如港豬有 我有幾條片講港式的飲食 我自己在英國做檸檬茶 做奶茶 又或者是做五香玉丁 我也有出一條片講過怎樣做五香玉丁 其實不難的 這個可能就是你掛著那個味道的時候 做一下吧,當然啦 我不是經常喝奶茶的人 因為我不是特別喜歡奶茶 五香玉丁OK啦 也不是經常吃的 純粹就是貪過癮 做一下,試一下可不可以做到 但我知道有些香港人是因為 特意在英國做香港的東西 例如做豆腐花 我見過有人做豆腐花 醃鹹蛋 有不少香港人在英國買些鴨蛋 來醃鹹蛋 有乾醃和濕醃的方法 即是大家 發揮到大家的創意 用到本地的材料去做一些 香港或者家鄉的味道 這個都是典型 我覺得算是典型 異英港人會做的事 所以這個都算是 另外第四點 這個作者就說 不要在家裡吃火鍋 在家裡吃火鍋 很多香港家庭都會有的 我甚至不知 只一次去過那些 異英港人的家裡吃火鍋 在這裡認識的 不是我本身在香港認識的 來英國之後才認識的一些 香港人 去他們家裡吃飯 有時都是吃火鍋 都好幾次的 一年一 都可能有兩三次這些 至少 那 打火鍋是一個 香港人的飲食文化 我覺得也是沒問題的 當然不是要評判他們 或者是對於不對 或者會不會是大香里 會不會還是華人的胃 因為那時候 打火鍋是一個 很好的機會 大家去聊天 雖然蔡先生說 是一種 很不得的飲食文化 放些東西下去 沒什麼特別 但有時候 不是為了食物 不是為了食物本身 而打火鍋 通常時間會長 你不會半個小時 一個小時吃完 當中可以聊天 是過癮的 是大家著重那個 共享的時光 一起聊天的事情 不是打火鍋 其實就等於 BBQ 英國很多人 就會BBQ 會在花園 BBQ 香港人因為沒有花園 很多時候 就在家裡打火鍋 所以 我覺得 文化背景的人 有不同的習慣 不會是說 香港打火鍋 我們就看不起他 或者說 這些是港人的壞習慣 但是英國人 BBQ 你就覺得很高尚 不會的 但是 有些人會這樣看的 有些人說 你融入不到英國 還在香港 還是在英國 還要掛念香港文化 我覺得不需要討論這些事情 還有一些 我見到這個 而英國人 他沒有提到 但我也想補充一下 第一就是 Costco 剛才說過的 有一段時間 你會發覺任何一個 或者大部分 來到英國的香港人 很快 住了不久 就開始問 或者開始會留意到 喂 Costco 怎麼入會 會問旁邊的人 身邊認識的人 你怎麼入會 或者他自己入不到會 你可以帶我去嗎 Costco 是一件事來的 在英國的港人那裏 其實也是沒問題的 因為你去Costco 見到各式的人 有本地人 有一次很好笑 我開車去那裏 然後買東西 我家附近有一間 開車半小時 大約的時間 去到 看到一個同事 同事 兩夫妻又去買東西 撞到 他們還要開玩笑 不要買那麼多 你會破產的 他這樣跟我開玩笑 當然是開玩笑 Costco買東西不會破產 但Costco這個 不只是香港的文化 本地人都會去 很多本地人都會去 純粹就是 是一個熱潮 很多香港人都覺得 來到英國 會想去 可能一試就成主顧 長期光顧 Costco 是一個港人的 生活習慣的一部分 我覺得 對不少香港人 有時 家附近有Costco 的人來說 是一件事來的 另外一個 當然就是 那些 亞洲超市 有些人叫亞超 或者華超 華人超市 有些人叫中超 中式超市 不過我通常會叫亞超 因為 在英國有一些 不是中國人可以 都不只是買中國的 例如 在倫敦很出名 這間Hmart 這間是韓式的 它有很多韓國的產品 但它裏面也有 中式的 有日式的材料 有日式的產品 超市 另外有一間 在倫敦也有很多粉店 叫Longden 這間是越南人開的 他們有很多越南粉 那些東西 所以既然不是 真的叫做 華超 或者是中超 亞超 這樣說 這個也是一樣 很多香港人 已經變成了生活習慣 每個星期 或者兩個星期 去一次亞超 去買一些材料 因為大家吃慣了 你還是想吃 那些 你不會餐餐吃薯仔 餐餐吃沙拉 不會是這樣的 很多時候都會想 吃一些熟悉的味道 或者亞洲味道 不一定是熟悉的味道 這個又是變成了生活習慣 我相信很多香港人 如果觀眾聽眾 你聽到這裡 看到這裡 可能都會同意 你一個兩個星期都會去一次亞超 這個可能都是很常見的 另外還有一個 又是類似 又是所謂的熟悉的味道 就是吃東西 有香港人會特地開超過一小時 兩個小時的車 就是為了去一間 可能是香港人開的 可以有道地的 地道的 港式味道的茶餐廳 哪裏開了一間 聽聞就會 大家約朋友開車去那裏 又或者 譬如說 香港人開的 雖然他不是做 茶餐廳式的 但香港人開的店 去餐廳 香港人開的 有識超市 或者有識餐廳 香港人開的 可能是 東南亞菜 馬拉菜 又是會有很多人去餐廳 甚至Youtuber都會去光顧 拍片 這個都是一個風潮來的 就是要支持 香港的味道 以及支持香港人開的店 我覺得都是一個 很多已經港人的一種 常見的習慣 來的 至於這個 作者 他講的 就是他自己的 反而一件事就是 午餐廳的時候 多數是餐廳 或者是準備餐廳 去搞定 是不是怪人 他的意思就是 反而香港人不是那麼多 會是午餐廳 會有這樣的習慣 那是不是呢 港豬自己 就是午餐廳 經常都是吃餐廳 也有時候自己帶的 但很多時候都是帶一些 冷盤的東西 就是沙律 三文治 那些 不是那麼多帶熱食 反而香港人是的 我知道有些香港人 來到英國之後 上班 他們吃東西 不只是冬天 有時候都是的 都是喜歡帶一些東西回到公司 去營業區 或者想買一些熱食 來做午餐的食品 即使你是買回來也好 不是自己帶也好 這個可能是少少文化差異 英國人習慣了 薯片 甚至薯片 甚至薯片 用來夾三文治 也有的 薯片 沙律 三文治 汽水 或者果汁 這些mule deal 是很常見的 午餐時間經常有發生的 另外就是那些 我不知道是不是讀 Poke 那些一碗食物 來自阿威爾文化的 例如飯上面有些食材 可能是菜 沙律菜 或者是一些 牛果那些 有時可能是三文魚 有時可能是Grilled Chicken 那些 一個這樣 凍食的飯 那些好像叫Poke 可能我讀錯 聽起來是來自夏威爾文化的 這個也很常見 另外一個Rode 那些 Sandwich 那些有包的也很常見 但通常都是這樣的 比較少 會友人的客戶 但比較少些 就是真的會吃一個 好像一個中式我們吃的 飯盒的午餐是比較少的 所以如果 就是 你都是好像本地人 你吃Mildial Ready Mule 那可能你真的比較像 英國本地人 Rather than一個宜英港人 以前大家分享了一些 就是宜英香港人 比較常見的生活習慣 不知道大家認不認同 有沒有覺得有漏網之餘 港珠和這位作者講漏了 大家可以在下面留言分享一下 比如說你覺得 一看就知道 這個行為一定是香港人的 這個生活習慣 一看就知道 不妨在下面留言 講一下 大家聊聊天 聊聊閒計 生活閒話 今次分享就是這裡為止 多謝你的收看和收聽 記得comment like subscribe and share 我們下次再見 Bye Bye